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 會配合落實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在學校推廣國家安全教育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提及 行政長官應該就特區履行維護國安職責 開展推廣教育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 當全國性法例在本港實施 就會成為港人生活一部分 當局會積極配合推廣教育 未來要做一些有關國家安全教育 我相信這個不單止是教育界的事 這個是全港的事 落實了之後 在香港實施之後 我們當然在教育裏面 我們都要學生能夠理解背後的意義 和它裏面的條文 他說加強港人對國家安全的認識 和政治無關 呼籲理性檢視條文之後再討論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 本屆和下一屆政府 都不可能就基本法23條立法 對於國家來說 這個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事情 所以國家這次我們叫做出手 希望可以在香港 能夠保護國家的穩定安定 是免於所謂分裂的一些風險 我相信這個工作是有些時間的 香港人當然有他的關注的地方 都可以表達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就向全體公務員發信 說國家安全立法屬於中央事權 任何批評相關條例違反一國兩制 或者變成一國一制都是站不住腳 他期望亦都深信公務員隊伍 作為特區政府骨幹 會顯示應有的擔當 呼籲團結同心做好 維護國家安全的各項工作 無線電視記者 吳海薇報導